蘇澳港擴建工程 今天在五十一點鐘 在宜蘭建蘇澳小吉桑港 拖船上面舉行簡單隆重的儀式之後 正式開工 畢竟到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完成 第一第二兩期前半戰的工程 河南省政府交通局長陳晟希 一輪黨務局長 解決陳 以及第三頂縣長等各界人士 參加了開軍勝負 第二檔破建工程 將軍電外防波期一千七百一十公尺 碼頭三千八百六十五公尺 還有倉庫主幕池 以及隧道跟移滅中